據醫管局的統計 香港有近一成半的市民患有脂肪肝 而且還有年輕化的趨勢 脂肪肝究竟會否惡化成為 肝硬化或肝癌 怎樣可以及早提防 歡迎收看健康關注組 Sharon, 我告訴你 我對於脂肪只有癢, 沒愛 因為她在我身上永遠 她沒有生在應該要生的地方 真的嗎?其實也不是 對, 她走到其他不應該走的地方 我也不覺得… 別這麼灰心… 其實我告訴你, 男士更害怕 男士的脂肪走到肝 就變成脂肪肝 告訴你, 年輕不肥, 也有脂肪 走到肝, 真是要順防 那只有男士有脂肪肝 還是女士有嗎? 我估計也有 不過可能我聽聞 男士好像比較高危 我覺得你不可信, 對不起 我找到你們兩個可信的嘉賓 分別有腸胃肝臟科專科 馮欣如醫生 以及港大醫學院臨床 醫學學院外科學系臨床教授 陳志仁教授 究竟是否男女也會有 以及甚麼人容易有 以及最重要是脂肪肝是甚麼 脂肪肝不分男女 男女也會有 普羅大眾的認知, 剛才也聽到 大部分都以為只吃了肥理的食物 才會有脂肪肝 當然, 吃多了肥理的食物 的確是其中一個原因會有脂肪肝 但最常見其他成因 其實都沒有提到 例如在香港來說 最常見有脂肪肝的情況 例如有糖尿病 膽固醇膏 有瘀酒的習慣 這幾方面都會有脂肪肝的情況 另外就有所謂中央肥本 其實肥並不代表一定有脂肪肝 其實最主要是看不見中央肥本的問題 但其實脂肪肝是甚麼 即是我的肝內有脂肪 還是因為我太多脂肪 所以肝有事 即肥肥了肝 肥肝 對, 是吧 簡單來說, 脂肪肝 如果用一個很普通的解釋 就是脂肪積聚在肝臟裡 影響到肝臟正常運作 但這樣說 我們人本身都有脂肪的存在 想問肝臟是否本身 其實都容許脂肪的存在 有脂肪, 即是肥了一點 即是肥肥太多 對, 未必有危險 如果不是, 原來肝不可以有脂肪 那會導致生命危險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經驗來說 如果一個是身體健康的人 肝臟的確沒有任何脂肪的存在 是零脂肪 但隨著剛才的原因 當然會開始有脂肪積聚的情況 所以脂肪肝其實是一個比較闊的病 流行於初期、中期 甚至嚴重的晚期 所以分為不同的期數 也能反映出脂肪積聚在肝內 對肝臟有多嚴重的影響 在這裡, 今天馮醫生也帶了這個模型 馮醫生可以簡單地講解一下 脂肪肝的其數和形態是怎樣的 其實脂肪肝可以分開很多階段 初期是正常的肝 沒有任何纖維化 平滑的 對, 很漂亮的 之後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就開始有一點纖維化 你會看到 如果沒有繼續處理的話 到這裡, 你會看到肝有點噁心 其實是有些肝癌化的症狀 甚至如果嚴重的話 就會出現一些肝癌或肝衰竭的情況 好, 看到樣子也有些很害怕的感覺 但我想問 有甚麼人會較容易有脂肪肝 剛才提到的, 可能喝酒會影響 可能吃煙等各方面會影響 除此之外, 會否有其他因素引致 除了剛才提到的瘀酒有習慣之外 我們常見的是糖尿病患者 尤其是糖尿病超過五年以上的 基本上亦對脂肪肝的關聯很高 另外, 膽固唇膏的病人 亦會有脂肪肝的情況發生 最常見的是這幾種病人… 但為何糖尿病人不容易有脂肪肝 他們本身已經不太注重飲食 但通常糖尿病的病人 都是有病後才注重飲食 這就是重點 之前積落的 對, 簡單來說, 三高會有這個情況 血壓高、膽固唇膏、血糖高 也會有脂肪肝的情況發生 我想問馮醫生, 其實脂肪肝是否有病徵 你知不知道嗎 其實脂肪肝很像其他慢性肝病 其實是沒有甚麼病徵 好 也不會痛 其實有些脂肪肝的患者 經常說我很累, 或者我的肚子很不舒服 有些脂肪肝, 其實也未必有直接關係 通常你有病徵, 代表肝病有晚期 可能已經有肝硬化, 甚至肝衰結 這樣才會有症狀傳染 大部分脂肪肝不會有甚麼病徵 剛才我們是否說其中一個 例如中央肥本的人容易有脂肪肝 會否有脂肪肝, 很多脂肪肝 所以肥大了, 中央肥肥 有否有這個病徵 簡直是有些直接關係 簡單來說, 外面有脂肪 其實裡面很容易有脂肪 尤其是在這些位置 所以這可以是其中一個病徵, 對嗎 也不算是病徵, 你本身是肥 有機會大了… 對, 有機會引起 其實脂肪肝本身是慢性病 影響是經過10至10年 最初期的脂肪肝 它未必開始肝臟會萎縮 反過來, 其實初期的脂肪肝 肝會腫脹 經過一個長年累月之後 因為纖維化、肝硬化 之後肝臟才會萎縮 至於剛才也提到 中央肥本引致脂肪肝 其中一個主要的成因 尤其是亞洲人 我們見他們穿衣服很多時候 大家的手腳腳很瘦 沒想過為何會有脂肪肝 我這麼瘦 對… 但其實就在肚… 我們很害怕 對… 穿石零石又手腳瘦 其實就在肚腩 有研究, 亦做了大型普及研究 發覺肚腩或腰圍 因為最主要有脂肪肝 肚腩有多大 最常見, 最好的就是量度腰圍 如果腰圍超過31吋 脂肪肝的機會高於31吋以下 你說是男士還是男女都是嗎 你問得很好 男士是31吋腰 女士是30吋, 其實只差一點 但肌率是如果腰圍超過31吋 有脂肪肝的肌率大於2.4倍 很多, 2.4倍 即是要瘦腰, 首先要瘦腰 不, 你先戒零食吧 戒零食是非常有效 去預防脂肪肝的情況 對 而且是真的 其實驗肝的甚麼 去知道自己的肝有機會已經是肝癌 或是怎樣 有時我們做身體檢查 不知道要驗甚麼 就是驗肝肝, 究竟然是肝酵素 要知道它, 還是這樣 通常現在的身體檢查 都是包含肝酵素、肝功能 如果你有脂肪肝 引起肝炎的酵素都會偏高 另外, 通常現在的身體檢查 都會包含肝酵素、腹部 在那方面, 亦會看到有沒有脂肪肝 如果脂肪肝的話 有甚麼治療的方法呢 暫時現在脂肪肝 沒有藥物可以直接治療脂肪肝 很消極 如果有的時候, 怎麼辦 不, 衛生很消極 要依靠自己的生活方式改變 可以分開兩部分 其實在飲食方面要調理一下 不要吃那麼多肥膩的食物 吃清淡一點 不要吃那麼多有糖分的食物 例如喜歡喝汽水 那些比較果糖也非常高 果糖又不好, 果乾是不好 對, 汽水又比較多 即果糖 喝得多汽水也會有 冷靜 另一部分就是要定期做運動 在這兩個方面是重要的 暫時沒有… 但我想問, 譬如我們本身脂肪肝 我們的肝內是有脂肪 但是否做了你剛才的事 或改變我自己的飲食生活習慣 我是會變毒去回零脂肪的 有機會的, 是的 因為當然你的肝… 即使有早期的肝癌化 即使你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那方面 減少脂肪 你的肝如果沒有脂肪 即是減少脂肪的話 變成肝沒有發炎 有機會肝是會康復的 其實我剛才所說的 脂肪肝如果是… 復發的機會會否很大 只有反彈 有嗎? 當你再吃 垃圾室… 即是沒有汽水 沒有汽水、沒有薯片、沒有糖 它會收起來 其實脂肪肝的確可以透過運動 可以減少脂肪肝 尤其在活肝而直的領域方面 我們的確有這個案例 就是說我們試過有些近親 有些家人想捐肝給患者 但我們做檢查後 發覺它有脂肪肝的情況發生 我們經過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它積極減瘡 之後我們再做檢查 的確脂肪肝是消滅了 然後就可以順利做手術 做活肝的捐贈 所以這一個事實是 如果你肯用脂肪肝 你肯用心做運動 的確可以消滅脂肪肝 但之後如果你吃生活習慣不好 吃肥膩、有瘀酒的習慣 當然脂肪肝是會回來的 我想問一個可能很愚蠢的問題 因為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病 其實本身遺傳或自己的家族基因 有影響到你較容易有那方面的東西 遺傳脂肪肝有關係嗎 還是沒有,一定是自己拿來的 也有的 對,尤其是瘦那一群 因為本身不是肥的 可能有其他因素 其中之一的因素就是胃寸性 例如醫生這樣說我瘦 就是說我瘦,是嗎 是 他看著你,他穿透我看著你 我要開心還是不開心 那就更加注意 因為瘦的人很容易忽略 自己會有什麼問題 對,因為我們香港人尤其是 我們發覺大家的手、腳、腳都很瘦 其實沒想過肚腩是一個最小的 尤其是職業司機的朋友 因為他們的工作性質 經常要坐在這裡,坐得久 很多時候他們的脂肪情況 會更加比較差 是,因為他們經常坐 真的會以為自己做不夠運動 可能是我的姿勢 肚腩也有肚腩 對,這個在亞洲人和外國人的分別 會有多大 亞洲人通常手腳比較瘦 肚腩比較大 但是外國人全身手腳整 人很高大,肥胖 全身都圓綠綠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說來說去,都要注重飲食 要自律,不要再吃那麼多零食 不是你… 不是你,我也是… 今天聽到這麼多資訊 記得如果有什麼想發問 可以在開TV的 健康關注組的Facebook專頁留言 開TV,全面進化,重新啟航 電視頻就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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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